送給菩薩 彌陀計畫落點拍板 那時候菩薩就升官成功 電影寫官音票房較好 但製片公司卻發現 其中五百萬宣傳費 被會計趁機A走 最常發現公司長期營運虧損 就是會計背後搞鬼 前後盜用公款超過一億 拿用一百年的算法的話 每天八個小時 如果把它換成二十十小時的話 他應該要幫我打工三十三年 從我的角度來說是輕判 一審判會計八年半徒刑 但到了二審改判七年徒刑 而追加起訴的一千萬道款 則判一年兩個月可亦可罰金 還可以回到一個 跟我們公司完全沒有關聯的 往來的第三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銀行的作業上面 出現一個非常嚴重的漏洞 電影公司負責人 也是知名製片人 陳永雄現身高院回憶 認為會計可以順利挪用公款 銀行難辭其咎 獨一無二的一種經驗 其實不只電影公司受害 就連導演李安的兒子李淳 以及知名作家陳錦樹也被騙錢 除了電影圈 陳信會計連地下錢莊也騙 神絕復活 神絕復活 如今二審判決出爐 電影公司決定再上訴 要讓陳信會計付出代價 把這一億元稻款吐出來 在選正常的學校園 台北藏包